牧师 长辈 弟兄姊妹 献上的弟兄姊妹 祝你平安 我们奉耶稣日明 开始大家一起第三个九日准备 各位众 我们一起家里 向松战师 不见不及谁 没有你是我心 说爱我渴望来敬拜你 为师的满进不力了 我相信灵未相赋予你 唯有你是我心 说爱我渴望来敬拜你 主舍弃天相君 王宝座为我好奔勇 弟兄 我爱你 超过任何人 更胜过一切事情 为师的满进不力了 我相信灵未相赋予你 没有你是我心 说爱我渴望来敬拜你 我的心 说爱我渴望来敬拜你 我的心 靠慕神 神经营 只有你满足我心 唯有你 唯有你 您是我眼中同仁 唯有你 您是我眼中同仁 您是我眼中同仁 余事 你是我心 所爱我的我 来敬拜你 慧终请坐 安静默倒 然后唱《酒在圣殿》中 安静默倒 然后唱《酒在圣殿》中 《酒在圣殿》中 蝴蝶甲地热 在《酒面前》等你 欢送 《酒在圣殿》中 蝴蝶甲地热 《酒在圣殿》中 蝴蝶甲地热 阿们 阿们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要确切地欣求你 在刚悍批划无法之地 我克想你 我的心劝慕你 我在圣所中 成如此张扬你 不要借你的美丽和你的荣耀 因为你的实爱比生命更好 我的嘴全要送在你 我在 我还活的时候 要这样称送你 我要奉你的名举手 敬美食官 祝天是所真身荣耀 穷尝穿扬祂的座位 祂是我 祂是创造天地的主 祂是我 祂是创造天地的主 哈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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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天是所真身荣耀 穷尝穿扬祂的座位 祂是我 祂是创造天地的主 祂是我 祂是创造天地的主 哈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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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众请站立 重新祷告 爱我们的阿爸父上帝 我们向你感谢 向你感恩 向你赞美 感谢你赤感没过去的一个星期 过得有平安 健康 喜乐 主啊 还有一些人遇到你面前的 世上的事 拦住的 有病痛的 求主怜悯他们 医治他们 过去一个星期 难免有说话 形式 得罪了人 得罪你的生怒 求主用你的宝石 来洗尽我们 使我们有一个洁白的心 来敬拜你 赞美你 主啊 今天的事货人员 求主你是他们手所做的工 也求主你是 邱牧师 是他所说的 我们都可以 我们听到都可以得到 帮助 照旧 将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前 阿们 同唱主导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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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今早的起印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13章1到9节 《路加福音》13章1到9节 我们起印的方式来读过 正当那时有人将皮拉多指加利利人的血掺杂 在他们记忆中的事告诉耶稣 耶稣说 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 所以受这害吗 从前西罗亚楼倒塌的亚死18个人 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 我告诉你们 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死灭亡 于是愿比喻说 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 他来到树前找果子 却找不找 我就对广源的说 看啊 我这三年来到这找无花果树前找果子 尽找不找 把它砍了吧 才会摆占地图呢 广源的说 主啊 今年且留着 等我周围遮开土 加上粪 以后若结果子变败 不然再把它砍了吧 为众取利 唱荣耀寿 大人又要 为众取生命 众取生命 为众取生命 无众取生命 为众取生命 为众取生命 我的信息经文记载在《约书亚记》四章一到二十四节 《约书亚记》四章一到二十四节 翻到了前天我读 国民进都过了约淡河 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 你们从民中要捐损十二个人 每支派一人 贵户他们说 你们从这里从约淡河中 祭司脚暂定的地方取十二块石头再过去 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 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十二个人 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 所以他们说 你们下约淡河中 过了耶和华 你们神在约柜前头 按照以色列人 十二支派的树木 每人取一块石头 干在尖上 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 之后 你们的子孙 问你们说 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对他们说 这是因为约淡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 约柜过了约淡河的时候 约淡河的水就断绝了 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远远的纪念 以色列人就叫约书亚所吩咐的 按照以色列人 约淡河的树木从约淡河中取了十二块石头 都尊耶和华所吩咐 耶稣亚在行 他们把石头带过去 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 就放在那里 约淡河中 在台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 直到今日 那石头还在那里 台约柜的祭司 站在约淡河中 等到耶和华小玉 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呢 直到摩西所吩咐 约书亚的一切化 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 众百姓尽都过了何 也和华 在约柜和祭司在百姓面前过去 刘变人 加德人 马那西班之派的人 都叫摩西 吩咐他们的 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逃过去 约有四万人都准备打仗 在约和华前过去 到约利哥的群人等候参战 当那日 约和华是约书亚 以色列众人眼前捐大 在他平生的日子 北姓敬畏他 像从前 敬畏摩西一样 耶和华小玉 约书亚说 李吩咐 台法会的祭司从 约旦河里上来 约书亚就吩咐 祭司说 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 台耶和华 约会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 脚掌干落干地 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 累就掌过两岸 正月初时 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 就在吉甲 在伊利哥 在东边安营 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 十二块石头 耶和华就立在吉甲 对以色列人说 日后 里面的祖孙问他们 在父亲说 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告诉他们说 以色列人趁早干地 过在月档河 在月档河 耶和华 你们的神在 你们前面是月档河 这水干了 等着你们过来 你们的神 就如耶和华 你们的神 从前 使我们 前面是 红海干了 等着我们 过来一样 要使地上 万民都知道 耶和华这种 大有内力 也要使你们 永远敬畏 耶和华 你们的神 今早牧师跟我们分享的 纪念渐渐 我们一起牧师 祖类长辈弟兄姐妹们 大家 早上好 有声音吗 让我们 大家一起祷告 天后上帝 我们要感恩 因为每一次的主日 就是我们来 纪念见证你的时候 求您 帮助我们 透过我们的 敬拜 让我们 把我们 所相信的 所信靠的 所依从的 我们 活出来 而且也 恳求您 此刻 向我们这里的 每一个弟兄姐妹们 说话 让我们知道 为什么 我们要纪念见证 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弟兄姐妹 我懂大家 在 成功之后 你会做些什么 成功之后 成功之后 考试考很好之后 因为有人在考9号 有人在考11号 或者 有一些人 成功的做了一笔一的大生意 或者 最近有人刚做外婆 那个成功 我想成功 从家里添了那个小宝宝之后 弟兄姐妹 你会做什么 成功之后 得意忘形 或者是成功之后 你会 谢谢上帝 弟兄姐妹 我要赞赏大家 不懂你还记得这个吗 那一天好像全部人都穿得很红 弟兄姐妹 这是 我们百周年的时候 看到你在那边吗 看一下你有变化吗 我去找这个照片的时候 我在那边大笑 有些才这么这样的 现在 有些 是这样 现在有一点 有些是这样的 现在是这样 大家 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呢 我想 大家你觉得值得吗 我们百周年 其实我们花了很多钱 大家知道吗 值得吗 很多人 都在问 很多人都在问 很多人都在问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搞一场 轰轰烈烈烈之后就没有了 当然 弟兄姐妹我想 这一个也提醒我们 弟兄姐妹 感恩会该做吗 感恩会该做吗 我想弟兄姐妹该做 不过 纪念之后不是就这样放下了 纪念见证有它的意义 所以今天我想 在 以色列人他们已经过了约荡河之后 有一个很 很大的神迹已经发生了 想刚才牧师说的成功之后 他们做一些什么呢 好 弟兄姐妹 我想我们要重新回来 耶稣亚记 好让我们再看 耶稣亚记的大纲 就不住不住的要提醒大家 耶稣亚记可以把它很笼统的 我讲这个是很笼统的 就把它切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们现在还在这一边 是他们准备去征战 这时候他们做的准备 之后我们会看到开始打战了 那个是在第六章到十二章 打完战之后就开始分土地了 因为拿到土地了 之后 耶稣亚要离开世界之前 他交代 以色列人之后你要怎么做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 第四章 刚刚经历了很大的神迹 祭司的脚踏入约荡河的时候 约荡河的水就分开了 弟兄姐妹 这样的一个成绩你经历之后 这样的一个成功 你得到之后 弟兄姐妹 你会做什么 我们谢谢我们的诗会 刚才很辛苦的帮我们把 二十四节都念过 我想很不容易 不过我们要继续来学好 我想读过一遍 大家大概对这个有一个概念了 知道他们在第四章里面做了一些什么 其实就是他们过了约荡河来 大家我们来念第一节 第一节 成功之后 成功之后 经历了神迹之后 就算了吗 就这样让他过去了吗 来一起念 国民尽都过了约荡河 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 亚对 你看成功之后 上帝的话就来了 成功之后你们需要做什么 我想 弟兄姐妹 上帝告诉我们 我想我 我也把这一章 当我去分析的时候 我想我把它分做三个部分 成功之后第一 弟兄姐妹 你是要传世 你是要传世 你是要继续讲 继续讲 你不要把它停在那里 第六节的上半节 我们一起念好吗 来 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 可以作为证据 弟兄姐妹 其实刚才没有念的第二节到第五节 上帝叫 每一个支派你们要派一个代表 在谁的脚前那边 脚站着的那个地方 请你们钢石头 一个人钢一粒 谁 谁 谁的脚前 谁的脚前 今天要住的地方 今天晚上要住的地方 今天晚上要住的地方 他们今天晚上住哪里啊 大家 他们今天晚上住哪里 刚才 刚才是会我们读过一遍了 住在哪里 来十九节 请人告诉我一下 他住在哪里 所以石头立在哪里 即将 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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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把它连在一起 不能只看一边 只看一边而已 不能断章取义 为什么要拿石头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 这边其实一共是拿了24粒石头 不只是12粒 那12粒是带他们住的地方 那一个往上过夜的地方 另外12粒放在哪里 来 请看第九节 放在哪里 哪里 12粒 刚出来 放在住的地方 另外12粒是放在 祭司站住那一边的地方 所以河里面有12粒 历史12粒 然后 哪去的还有12粒 为什么要两边呢 一个是纪念 祭司他们站在那一边 祭司的 勇敢踏出去 弟兄姐妹 我想 这一些的经历 告诉我们 什么是传续啊 弟兄姐妹 我想传续 就提醒我们 我们需要 纪念神的作为 我们需要纪念神的作为 所以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月 都要有圣餐吗 我们每个月为什么要有圣餐 圣餐不是 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 他就跟他的12个门徒一起吃了 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看 哥林多前书第11章的话 你就知道了 耶稣吩咐什么 弟兄姐妹 这一个 也是我们其中一个纪念 所以我刚才说 感恩会应该进行 但是要看我们的能力 做大做小 弟兄姐妹 所以同样的 我们的家庭里面 也有一些的感恩会 该不该做 像这边 这每一个月的圣餐 其实上帝这么丰富我们 为什么要行圣餐 我们一起念 那个开关引号里面的字 来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 纪念我 弟兄姐妹 所以每一次你来领圣餐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 我吃了那个 有平安 这个是我们华人很常有的那个观念 上帝说 其实不只是这个有平安 更重要的 请你要来纪念我 纪念一些什么呢 纪念耶稣 为我们受苦 受害 把我们的罪拿去了 让我们 可以 成为义人 让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 有永生 继生姐妹 这个是我们要纪念的 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都要纪念 所以请大家 每一次来领圣餐的时候 记得 我今天就是要来纪念 好 那个纪念不一定是你看得到的东西 那个纪念 你吃到的东西也算 这样姐妹 你的生活里面 有哪一些 可以让你 纪念上帝的作为的 好 我不懂 姐妹们 好多姐妹们 我们的那个项链 上面有什么 炼罪是什么 我也有 但是在牧师里面拿不出来 我的是十字架 那十字架也帮助我 纪念我的救主 然后也申告 然后也申告 我想 姐妹我想不止 是纪念神的作为 戴这个十字架的项链 我也在申告 我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戴上去了 我就不放下了 像哪里 第七节 看我们的经文 第七节 这么说 你们就对他们说 这是因为 约旦河的水 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 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 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 最后一句一起念 来 这些石头 要做以色列人 永远的纪念 永远 永远 姐妹 我想 很重要 为什么要讲永远 那个纪念 原来这么重要 成功之后 不是就是 哎呦我高高在上了 错 成功之后 要提醒我们 我愿意让耶稣做我的救主 救我 我也愿意让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 我想 这个是我们 永不回头 就是我们人的回应 人对上帝的回应 我愿意 弟兄姐妹 我想另外一个纪念 另外一个纪念 其实就是我们的圣礼里面的第二个 洗礼 为什么要接受洗礼 因为我们要在众人面前申告 我们要跟耶稣一起死 要跟耶稣一起复活 跟耶稣一起死 一起复活 我想这个是我们也要常常做的 弟兄姐妹也提醒大家 我的教会如果有洗礼的时候 不只是那些接受洗礼的孩童 或成人 他们的事情 让这个圣礼也提醒我们 我们需要在罪上死 我们需要在意上活 既然我跟随了耶稣 我不要继续活在罪中 我不要再犯罪了 我已经被上帝称义了 我就要在意上活 像耶稣基督一样不犯罪 但是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 活在世界上 我们很难不受罪的捆绑 但是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耶稣基督得胜 弟兄姐妹 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知道原来 把石头拿出来 把石头放在月荡河里面 立石有这个意义 我在介绍耶稣亚记的时候 我也把那个历史讲出来 弟兄姐妹 历史原来就是 帮助我们去纪念我们的神 是信实的神 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要做的 你需要传续 传续 而且不止传续 这个是我个人的 我跟神的关系 弟兄姐妹我讲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传续是告诉你 这个不能是我的 阿公的神 我阿爸的神 这个神必须是我自己的神 你要自己跟上帝建立关系 所以也提醒我们当中的信二代 因为最近 去年 昨天我们的信二代问了很多的难题 去年我们也办了一个信二代的讲座 信二代 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是很 很有福气的 信二代你被鼓励要来教会 以前我们要来教会参加聚会来敬拜 会被骂的 现在你们是 去去去去 是吗 时代不一样 但是 我想 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是一样的 上帝给你恩典之后 弟兄姐妹 请你传续 而且不只传续 请你传承 请你传承 不单单只是你自己回应 弟兄姐妹 你要延续信仰 你要延续信仰 刚才我讲 第六节上半节 我们继续来念 第六节下半节 因为不只是我们得好处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后代 比我们年轻的人也得好处 来一起念 日后 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 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甚至 请大家继续看第21节 我没有打出来 21节 请你看你的圣经 对以色列人说 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 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对 如果有人问的话 你的后代问的话 弟兄姐妹 请不要单单只是这样 牧师你来回答 顾问你来回答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家中 传颜我们的信仰 传颜我们的信仰 靠什么 弟兄姐妹 一直在讲 一直在讲 我们需要有家庭祭坛 请你常常跟你的年轻一代 谈及你自己信主的经历 你的辛苦可以 我昨天也在少年人当中说 以前我来教会 我想我也做过这个见证之前讲到的时候 我这样来教会来聚会 来敬拜 我的阿妈说你太常去了 请你 请你 搬去礼拜堂吧 叫牧师养礼吧 后来大家也看到了19年 我带着我妈来 真的是牧师养她 那个牧师就是我 弟兄姐妹 我想我们可以做的 你不只让你的孩子生在你的家 你不只把你的孩子送去教会 弟兄姐妹 你的孩子在家的时间更长 长辈们 你的孩子在家里面的时间更长 如果当当只是 今天早上一个小时半的时间 我要影响你的孩子 时间很少 少团 青团 也只有一个小时半两个小时 他们在家里面他们受到的那些教育更多 所以 请大家 要在家中传言你的信仰 鼓励大家进行家庭祭坛 进行家庭祭坛 家庭祭坛可以做什么 我不会唱歌 不唱歌可以吗 可以 现在我们家里面都很方便 电视 可以接去YouTube的 按一下按一下 歌就出来了 你不用唱 不是不用唱啊 你就学着唱 孩子也跟你一起唱 也可以啊 不唱歌可以吗 单单只是玩游戏可以吗 可以 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些游戏 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 其实圣经的桌游 圣经的桌游也有的 我美丽的好朋友 他买了那个 圣教游戏桌游给他的孩子 结果 是我去他家的时候 我跟他两个女儿玩 而且玩的时候 大家知道那个 圣教游戏 他是用百万富翁的方式 把他拿来玩的 百万富翁有那个机会 有那个命运 有吗 我们常常有抽的 如果你有玩的话 那个机会 那个命运 你知道 有时候你抽到 他叫你背 使徒形状一章八截 如果你会背的话 就给你多少钱 很棒的 原来玩游戏 你也可以背经文 一章八截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须得着能力 就背下来了 弟兄姐妹 家庭祭坛 不只担当唱歌 不只担当可以读圣经 祷告而已 弟兄姐妹玩游戏可以吗 可以的 鼓励你 一起来玩 我想 家长们 昨天跟年轻人说了 你是性二代 你很幸福 但是 性二代也有很多的疑惑 因为我没有像我的第一代这样 我有很多的经历 我亲自跟上帝建立关系 但是没有关系 姐妹刚才说 你需要跟你的家人分享你的经历 你可能不懂怎么样去分享 尤其是年轻一代 我昨天介绍年轻人这本书 今天也要介绍大家这本书 比如 少年KK的信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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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旅 之旅 这是什么 什么是KK KK是Kingdom Kids 国度的孩童 适合你们 我想 青少年的家长 辅导 你有这些疑惑吗 你的青少年人 他说 我都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在乎别人想的呢 为什么他们不想上教会 不想看圣经 我们要如何设身处地 适切的教导 并引导他们走上信仰之路 如果你有这个疑惑 这本书很适合你 弟兄姐妹 真的 请你传言你的信仰 从你的嘴巴上面 先跟他们说 你不要说 我不会 弟兄姐妹 做父母亲都是一边做一边学的 对吗 弟兄姐妹 做父母亲 都是一边做一边学的 我要告诉大家 一样 我是大家的属灵母亲 也是一边做一边学 有很多的 那个情况 从来没有经历过 不懂要怎么面对 那是感恩 我愿意学习 我也 也在一直学 要怎么样跟现在的年轻人 跟得上时代 所以 要关心他们会玩什么 他们玩玩者荣耀 我没有这么多时间玩 以前我会把孩子玩的东西 把它放上去上面 所以他们很怕跟我分享 跟牧师讲一下 下个星期就到这边上面去了 但是很好 因为我知道你们在玩什么 好 弟兄姐妹 我想 身为家长的 刚才跟孩子们说 现在我也跟家长们说 不只是孩子要成长 我们做家长的 我们也实时要成长 他们是幸二代 比我们幸福 因为我以为我们做靠山 但是 我们更需要 跟他们一起成长 弟兄姐妹 我们的传承 提醒我们 我们要在家中 传言我们的信仰 我们更要在家中 实践我们的信仰 我们更要在家中实践我们的信仰 我想 你讲到传承的时候 生命纪 第六章 其实就一直提醒我们 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 第六章 第三节 以色列 这个以色列 在新约 其实就是对所有 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说 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当我们念以色列的时候 你就想到是这个 我们一起念 以色列 你要听 要谨守真行 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余蜜之地 得以享福 人数极其增多 正如耶和华你列主的神 所应许你的 弟兄姐妹你有看到吗 其实这边有好多代 好多代 不只用嘴巴讲 他讲父母亲 长辈们 请你需要 谨守真行上帝的话 我想 弟兄姐妹 这节经文其实一直提醒我们 我们要在家中实践信仰 我们自己先做榜样 我们自己先做榜样 当你说孩子们 你们去敬拜 弟兄姐妹你去敬拜吗 你要守主日 我要邀请父母亲 你先树立榜样 你自己先来 孩子会跟着你来的 然后刚才一直说 我们需要跟上帝建立个人的关系 怎么样建立关系呢 透过每天的读经祷告 好 弟兄姐妹你做吗 你不做 你怎么能够叫你的孩子做呢 好 让我们先做 我想 这个就是家庭们现在在说的 让我们讲更新的教会 所以 今年我们背的 那个 经节手册说 我们是要强化我们教会的使命 教会的使命是要传承 弟兄姐妹 在你的家里面进行家庭门训吧 什么是家庭门训 我做 你看我做 之后 我做 你也做 弟兄姐妹 我把它简化 我做你看 之后 我做 你也做 大家一起做 这个叫传承 弟兄姐妹 上帝叫以色列人拿石头 其实就是要他们 不能传束信仰 传承信仰 但是不能就停在那边 我自己 然后我的家人 不能 弟兄姐妹 上帝说 传续传承 你还要同时 要传扬 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来念 二十四节 我想这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 我们先念他的上半节 上半节 我们一起念 来 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 耶和华的手 大有能力 弟兄姐妹 我想 传扬里面 提醒我们 我们需要 扩张你 我的境界 不能 就是 待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就是 注重我自己的家庭而已 弟兄姐妹 你需要从你自己个人 到你的家人 到你的亲戚朋友 到你的同事 到你是周围的人 甚至 这边里面说的是 万民 万民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牧师 现在哪里能去 疫情这么严重 哪里能去 我想 也要告诉大家一下 今年 出城有推行了一个计划 出城 他们说 需要做这个 锦子 出城爱健康在锦子 这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你看到 什么东西 什么很感动你的东西 请你把它拍下来 出城的弟兄姐妹说 请你把它拍下来 他们讲的健康 不只是你的 肉体的健康 包括你灵性的健康 包括你情绪的健康 我要跟大家认罪悔改 其实我很喜欢 我也很想要参与 但是忙忙忙 其实有拍了好多的照片 忙忙忙 就没有做了 所以我想 今天我把它讲出来 今天里面 我要至少要参加一个 今天要写一个 做什么 把它放在我的面子书 或者把它放在我的微信的朋友圈里面 向大家来申告 爱健康 我们从爱耶稣基督开始 上帝怎么样 透过你四周围的景物 透过你四周围的人 透过你看到的东西 来 让你健康 让四周围的人也可以健康 他 这个的最主要的要求 其实就是要在你的社交媒体上面 你申告我们的上帝 圣告我们爱健康 圣告我们爱健康 圣子姐妹我想 可能 那个要求不单单只是 要你去把耶稣的福音讲过 圣子姐妹 透过你的生活方式 把这个健康活出来 信靠耶稣基督的健康 活出来 真的 从 约头一开始就告诉大家 我们需要勇敢踏出去 我们需要 到那些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当中 星期四的时候 我们的领医生教室来 他也告诉我们他怎么去 我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有听他分享 其实你就知道他其实不是太健康 身体 不是不是不是太健康 讲错了 我讲错了 收回去收回去 他其实身体不是太好 但是他就是勇敢踏出去 扩张他的境界 他过去 他说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对你有什么很大的影响吗 你有很大的惧怕或者很大的担忧吗 大家没有 因为我们这边很和平 但是对他来说 他会怕 为什么 因为他过去 不在他现在的这个地方 他在缅甸生教的时候 他经历战火 所以这个战士对他来说 战争对他来说 是一个 他要去面对 但是他 扩张他的境界 这一次 他也很勇敢 要回来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选择不回来 但是他就很勇敢的回来 他包机回来 他包机回来 是 很不容易 但是他都扩张他的境界 我想 弟兄姐妹 传扬 扩张你我的境界 我们做我们可以做的 可能我们不能到那个战区去 传福音 去生教 但是 我们可以扩张你我的境界 弟兄姐妹 我不会把 我们都要做的 都告诉你 只是一些建议 你可以做的 请大家想一想 大家比我创意多了 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 来传扬我们的上帝 而且这个传扬 不只可以扩张你我的境界 弟兄姐妹这个传扬 这样可以兼顾自己的信仰 可以兼顾自己的信仰 那我们看二十四节下半节 我们也用 就 用那个很 我讲用很雄壮的声音来申告 我想做这个申告 他说什么 你愿意这样去传序 你这样去传承 你愿意去传扬的话 会帮你做什么 来一起念 也要使你们 永远敬畏耶和华 你们的身 弟兄姐妹 你愿意去传扬的话 其实可以兼顾你的信仰 我们常常说 创业难 守业更难 信耶稣难 你要坚持信耶稣更难 因为你要付代价 但是你愿意吗 你愿意去传扬吗 你愿意去传扬 可以兼顾你自己的信仰 刚才我说 有很多方法 你可以传扬我们的上帝的 姐妹今天 要给你看一张图 这个是一个摄影师 他传扬上帝的方法 他在 这个摄影师叫 胡兴汉 有点像我们神学院的那个胡兴汉牧师 不过应该是他的弟弟吧 这个是台湾人 台湾人 他是摄影师 他用他的图片 他的照片 不是图片 他的照片 来伸扬上帝 我不懂大家 你看这个图片 有什么感觉 有什么感觉 觉得那些孩子 这是同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可怜吗 我要告诉你 你如果觉得他可怜 我是觉得我自己才可怜 为什么 因为这个孩子 是 胡兴汉这个摄影师 他去非洲的时候 跟世界声明会这个机构去的时候 他拍到的 这个他去的地方 这个非洲的 赞比亚 是一个很贫苦的地方 他去的这个 大家如果知道声明会的话 都是帮助孩子念书的 帮助孩子念书 很贫穷的孩子 让他们有机会接受教育 让他们的生活可以被改善 他去到这边 他说啊 这边的人 如果是下雨天的话 比较幸福 每一天可以吃一餐 如果是旱天的话 没有水的话 比较可怜 这样才能吃一餐 四天才能吃一餐 一餐而已喔 而且那一餐 不是像我们吃的这么丰富 他说 这个照片就是他在 四天之后 四天之后 这个孩子才找到他的那一餐 就用很肮脏的水 我想不是我们可以用的水 很肮脏的水 加了一点的 用那个加工啊 玉米啊 玉薯薯 磨成粉的那个 就是水加一点 调一下 就要吃了 他讲 他看到 这个孩子 如果你是那个孩子 我想我自己也是喔 他的脑海里面想的 如果这个是这个孩子 调了 就 懒通虎厌的把那个 因为四天才能够吃到东西 就把那那一碗的东西吃起去了 但是这个孩子不是 你看他在做什么 他在做什么 他在祷告 他在感恩 四天没有吃了 听众姐妹我看了我真的 觉得我自己很惭愧 晚餐爱吃东西 有时候都忘记做些饭祷告 就吃了 吃了进去 哎呀我还没有祷告 我比他穷 我比他穷 真的 他 饿了十天 饿了十天 他先感谢上帝 然后他才把那一碗 不是太好吃的东西吃下去 第一次 第三次 这个摄影师 我想 他在台北 开他的摄影展的时候 他把这张图 放在摄影展的路口 告诉我们 先寻求上帝 帝兄姐妹 你的纪念见证怎么样 所以 鼓励大家 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当我们说纪念见证的时候 像今天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 帝兄姐妹 让我们去传续 让我们 那个 从自己开始 然后同时间 我们传承我们的信仰 然后 我们也 传扬 我们的上帝 扩张我们的境界 祝福大家 让我们不只是 一时的 我们圣服 耶稣基督而已 我们这个信仰 使得我们坚持到永远 让我们 继续 祝福自己 纪念见证 我们这位 独一的上帝 阿们 谢谢牧师 分享的 纪念见证 会让我们一起加力 宗教信仰 我信上帝 全人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徒生子 因圣灵感应 由同家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流弗拉多手下受难 被定于死下 受死 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圣天坐在全能复上帝的右边 将来非从那里降临 审判佛人使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子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的圣灵 我信圣体护活 我信人生 阿们 会中请坐 感恩奉献 请靠上主歌 我们一起来唱 祝福音乐 祝福音乐 一只花 与我救主高养 神皆是各平安 皆是 能求千万回来 我而最爱 始祖有笑 始祖与我分开 把我所有情爱偶像 无论是发心脏 祝祖出我 才会讲述 始我为主思想 一只花 何处 上方 我心真 今晚了 一只圣结证 一只花 与我救主高养 为这种举例 祝福要求千万回来 祝福家联系 为我心情之强一力 以你解开就尝尝 阿们 会者请坐 家世飞长 准备长辈弟兄姐妹们 欢迎大家回家 我要邀请大家 请你跟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们 挥挥手 然后跟他们说欢迎回家 欢迎回家 欢迎大家下个主日继续回家 弟兄姐妹 请不要怕我们来聚会 来敬拜会染疫 我想我们都做好十足的预防 口罩戴好好 都洗手 外面都有洗手液 然后少有比较近的接触 都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下个星期的事奉表 下个星期的事奉表 我们下个星期讲员是绘画神师生 然后领会是师勇 然后是琴雅文 鲜花是兴奋姐 音响是军前 LCD是浮衔 可以招待是雪蓉姐和旭云姐 请大家注意 好 这个星期的聚会我们 来临的星期三 你牧有聚会 请大家围着我们的来回的安城来祷告 尤其是我们的车程 然后祷告会 来临的祷告会 我们是围着崇拜与音乐来祷告 我们的主领是郑豪 然后成团是见证分享会 少团是生日会 青团怎么不见掉 青团下个星期是小组 然后要欢迎爸爸们 爸爸们参与 身为教师的父亲 刚才说传承 今天晚上七点半到九点 有和平牧师带领的 这个基督徒爸爸的这个小组 是幸福中心举办的 那边有zoom的那个 请大家 不是请大家 就请基督徒爸爸参与 请基督徒爸爸参与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教养孩子里面 爸爸我们很常学习 请学习 请学习 来一下 今天晚上我们也有 这个为国家祷告 是crash在一起 但是没有关系 所以我七点半的先放 这个是八点的 八点到九点 要请大家一起在线上 我们为国家的需要来祷告 是整个马来西亚 我们六个年议会 我们一起的祷告 好的 我们2022年 市立街教区的合唱营 在5月13号到15号 是星期五到星期天 在怀仁堂的圣堂 有什么呢 你看里面有发声的练习 有合唱的训练 有十般培灵会 以及圣乐主日 我们的导师是黄珍珠音乐指导 请大家快快报名 因为只有50个位 50个位 因为也不能给太多人 50个位 要参与的话 快快参加 正好那边有报名表 请大家跟他索取 如果你愿意参加的话 下 下个星期六 我们最近都有很多很多 很好的讲座 下个星期六 这个 卫斯里神学论坛2 星期六晚上 我们的许光福会督 这个是沙巴尼医会的会督 他会来讲 这个 呼召 拣选 预知和预定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下 还是要鼓励大家好 也是下个星期六 一样的 我们有 年卫成团举办的 西登一小时运动 就是提醒大家 我们需要环保 我们需要好好地照顾 我们的地球 鼓励大家参与 然后关于教会财政 还有我们的团契的财政 请大家看 我们的堂位的财政 查账 还有我们的 各自体的财政去查账 大家可以看 那边 然后我们的电子的 积极栏上面也有 知识们 如果你要参与的话 财政查账 你一定要参与 但是 其他的指示女 如果要参与的话 也鼓励你 你知道多一些 然后你知道 为什么我们现在 这么严谨 请大家注意 你需要先填 那个 那个form 报名 才会让你加入 然后才会 给你那个 zoom的 ID跟password 电子版的 电子版的那边有 电子版的积极栏 请大家去电子版的积极栏 那边看 请大家注意 雅下 布道部他们也有祷告会 好快 他自动跳 把我回去一张 布道部他们的祷告会 再回去 对 布道部的祷告会 4月 7号 还有4月20号 这个是他们 在耕种收割 其实就是他们那个DMT 线上的布道 线上的布道的 那个 这两场是他们的祷告 请大家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鼓励你参与 来一下 网根深重 现在一直都在讲网影 大家 如果你有需要 4月的 这个鼓励你也参与 他的Zoom ID都在那边 我报告第二次了 下个星期不报告了 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自己去找那个 电子版的 我们的积极栏 下 还有 这个我一直要报告 因为这个是我们整个世界 威力 教会 华人威力教会的 身教大会 鼓励你参与 鼓励你参与 真的很便宜 因为不用飞去 也不用那个 如果你要参与的话 请跟牧师报名 然后我们一起 是 不要担心 没有人陪你 牧师会参加 我们大家一起参与 知道我们要怎么样 传承生命 接伴前行 下 好 我们要一起来为我的表妹 柯念词 圣教师来祷告 我们一起纪念她 成人的上帝 感谢你使用柯念词 圣教师领导 一所难民孩子的教育中心 他需要属天的智慧 处理中心的行政事务 以及 培训新的导师 祷告 导师们愿意 齐心协力 以基督的爱 来服侍难民的孩子 就如坐在你身上 当你的话 被讲解时 祷告孩子们能够理解 领性靠你 圣教师栽种和浇灌了 求你叫他们生长 成为忠心的门徒 最近 念词圣教师 常常腰痛和胸口闷 求主医治 是他健康服侍难民 奉主基督名求 阿们 我们继续敬拜 我们看 看我久不见了 祝福我们下宝费 祝福我们下宝费 让我们下宝费 自慧人不要 一直挥花果 永世不佑 因永迹挂口 财主不佑 因财物挂口 要因人世也好 化身挂口 要因人世神化过 要因人世神化过 真地与作彼人智慧 要因人世神化过 要因人世神化过 真地软弱彼人相伸 让我们一起领受祝福 福音上帝 我们要谢谢您给我们的 神您自己的强壮 您自己的智慧 让我们真的选择依靠您 因为您是最有智慧的神 让我们依靠您的时候 不只是一次的依靠一次的顺服 让我们常常纪念 见证 神您自己的爱 您的恩典 让我们把神您的爱 您的恩典传续 也传承 更传扬 让我们这一生都行在神您的道路上面 也求天父上帝您更新我们的教会 能够成为和神心里的教会 我们又愿三位一体的上帝 亲自向我们仰恋 赐我们平安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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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